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四集 破釜沉舟 开战局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会 话说龙公子奋力破阵 终归无法改写他的蛇公子 鼠公子两位兄弟惨死的结局 正当他准备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竟然又得知另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他的对手陈空 已经晋升到先天至景的地界境界 龙公子现在神色黯然 他慢慢说 唉 我们龙虎蛇鼠四公子 一起出生入死同金共苦 可惜啊 你就杀了我那三个兄弟 既然 我的兄弟都死了 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 生有何宽 死有何据啊 不过 我都不会任凭你宽割的 就算是为了我那三个兄弟 我都会叛死跟你拼命 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 以你的身份 为什么会护卫一个普通的族人 进来通仙之宠呢 陈空听到龙公子这番说话 他想了一会儿就说 唉 好吧 就等你死过明白吧 在下护卫凌落雨 就是因为一点 因为 他是我看重的人 我将他带出通仙之宠 让他进入我所在的门派之中 可能会因为他 令到我的地位大大提升的 龙公子微微窄一窄了 你 这么看好这个凌落雨 不过 依我看来 他除了懂一些振法 和幻术之外 根本就是一个手无搏鸡之力的 神弱书生 有多大用场 陈空笑了一笑 以各下现在的见识 很多东西 你根本没办法明白 我只能够说 一个没经过修炼 身上天生就带有法力的人 绝对不会是平常之人 至少 我是这样认为的 龙公子是听到一头雾水 你说 法力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运用的真力 哼 无知 法力 又怎么可以和这些 续世凡人所谓的真力 相提并论呢 陈空这个时候 眼神又很轻滅 他望着龙公子 继续慢慢说 算了 和你这些烦人说太多 你都不会明白 我要出手了 你准备受死吧 说完 陈空闹大口 一道粉红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就慢慢落在陈空手上 那道粉红色的光 慢慢开始变大 很快就变成了一把 散发着淡淡粉红色光芒的宝剑 插在陈空手上 普天之下 用剑的人多不升索 有人喜欢把宝剑挖在腰间 亦都有人喜欢把剑揹在背部 但龙公子从来都没见过有人 好像玩杂技一样 从口里吐把宝剑出来 而那把宝剑的大小 竟然能够随心所欲的自由变化 难道这就是修行之人所谓的法器 龙公子心里大为震惊 自己虽然已经去到先天至景的境界 但现在和眼前的陈空相比较 简直是蚊笔和牛笔 龙公子此时此刻都明白 两人之间的实力真是争天拱地 他虎笑一声就说了 虽然 我知道我和你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但是 我还是会尽力和你搏一搏 出手了 一边说 龙公子就慢慢将身上的兵器取下来 龙公子的兵器 是一把大击 一把很粗的大击 足足的七尺那么长 平时不用时可以分成三折 到你要用时可以很快的三折拼一支 那支大击 整支枪杆 不知用什么材料弄 不过只看样子就知道 绝对不是普通的精铁材料 而且 那把大击的重量也绝对不轻 没有几千斤力 根本不可能没得动它 而看回那支击头 上面寒光闪闪 发出阵阵逼人的寒气 看得出这把击的尖锐部分 就算不是切金断玉也好 至少都是非常锋利的 只见龙公子的手轻轻向外一翻 三折击身就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龙公子轻轻地苦摸着手中的这把大击 这把是他赖以成名的武器 跟随着龙公子走南闯北 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此时此刻 可能是龙公子和这把老朋友最后一场战斗 他的眼中带着浓浓不舍的神色 而就在这一刻 龙公子好像觉得 他手上的肢脊 窗杆那里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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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心跳的感觉 他也感觉到 他之气在震着 不是害怕 而是兴奋 龙公子觉得 这个时刻 自己和自己心爱的兵器之间 竟然好像产生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 这种联系 令到龙公子心里面最后一丝恐惧 都消失无中 他慢慢担高过头 神情一片缩然 身体直不离 动都不动 就是这样 龙公子单手拿着一支大击 击的一头就冻在大地之上 而陈空面对眼前龙公子的一切 好像看不到一样 他是自己顾自己 看着手上的长剑轻轻地说了 唉 离别啦离别 都已经成五十年 没动用过你了 想不到今天 你又再次出潮 陈空也都担高过头 眼中精光一闪 龙公子 此件名为离别 那是当年 陈某进入俗世之时 家中长辈赐予我的护身之物 能够死于这把剑下 你都算死得其所了 其实 杀你呢 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剑 不过 在下敬重龙公子 也都算是一条硬汗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陈某亦不敢藏私 要将这把剑拿出来 你先出手 我出手的话 你可能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 龙公子听到陈空这么说 也都没再犹豫了 左脚在地上微微用力而一硬 整个人借势就藤空而起 激脱新动 龙公子和他的大击 好像一条游龙一样 一击就向陈空挤进去 龙公子这一击 速度不快 但好像带着无穷霸气一样 陈空四周方圆 纪像的范围 似乎都被龙公子大击的霸气 所笼罩着 紧紧锁着陈空的身影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大击的长度本身就够长了 再加上龙公子本身就是武林高手 招式那种精妙法就没得弹 看上去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下向前直撕 背后就留住至少几十招的后着 无论陈空是选择向前硬顶 还是向后闪臂 根本是摆脱不了大击的攻击范围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 接上一会 话说龙公子和陈空这最后一搏开始了 龙公子亮出了赖以成名的武器 一把大击 整个人騰空而起 凭借着大击的无匹霸气 将陈空四周方圆 几十招的范围笼罩着 一击就向着陈空刺过去 无论陈空的选择向前硬顶 还是向后闪臂 根本是摆脱不了大击的攻击范围 面对龙公子凌厉的攻势 陈空只是微微笑一笑 身形有时凭空消失了 至少龙公子是绝对不明白 陈空是怎样消失的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你身发快到怎么也好 至少空气会产生一些波动 而且龙公子的气势 分明已经锁定了陈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空仍然没有跌跌线潮的凭空消失 龙公子当场方寸大乱 他马上收敛心神 微微合起眼 稍微感应了一下 突然间龙公子一声大喊 双手使一招横掃千军 将大击打平掃出去 对着自己左边方向 多长远的空间就搬进去 只听见 砰一声 龙公子那把大击 竟然反弹回头 原本空无一物的空间里面 陈空的身形慢慢开始出现 原来是陈空一掌 轻飘飘地砍在那把重力的大击上 而龙公子整个人 就连起那把大击 被陈空直接砍飞了几十丈远 龙公子很艰难才找回平衡落地 还要向后退了几步 用把击撑住地面才站稳 他苦笑一下 又咳了几声 抹大口吐了几颜鲜血 善天地界高手 真是很强啊 我一击打过去 力量至少有几万斤 这个陈空竟然轻轻一掌 就将我震飞飞这么远 而且还可以令我受那么重的伤 陈空就微微一笑颜颜头了 看来各下确不错 竟然可以发现到我的身影 我觉得就算是普通的先天黄街高手 都不会是你的对手 不过 你不幸运 你遇到的是我 先天地界 地界和黄街之间的差距 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跨越的 就让你看看 我们之间真正的差距吧 一边说 陈空的气势开始疯狂暴障 跟龙公子的气势不一样 陈空所发出来的气势 是很含蓄的 不外露的 凝聚在一起 就没有向外扩散 不像龙公子的气势逼人 陈空的那道气势 只是停留在身体周围 几像的范围内 虽然看不见摸不到 但可以令人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存在 感觉到他的恐怖 陈空这个时候身形又移动了 他手指轻轻向前一指 气势就疯狂地涌向龙公子 龙公子和陈空硬接一招之后 本来就已经大伤在身 感觉到那种急勇而至的气势 那种恐怖法 他面色微微一变 身上的气势也开始猛脏 不过 龙公子的气势 根本就不可以跟陈空的气势 相提并论 在陈空的那股气势狂卷之下 很快脱 龙公子就已经顶不住了 逼着不断往后退 龙公子生气 不行 我绝对不可以再退后 我龙公子一生中横 我宁愿站在那里死 我绝对不会退缩 一边想 一边咬住牙 出行力就硬顶陈空那种 套天气势 我们常说大丈夫能屈能身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龙公子 为什么会这样做 不过没办法 他是龙公子 二十年前傲视江湖的龙公子 他代表着龙 有着绝对的傲气 而他的尊贤也不容许他退缩 更何况 他三个相依为命的兄弟都死了 既然眼前的这个对手 自己根本没办法对付 那就不如等自己死得轰轰烈烈些 看着自己的气势压迫底下 脚不断震 七竅已经开始流血丝出来的龙公子 陈空也不禁佩服起他 他喊喊头 轻轻叹了一句 唉 既然龙兄你一心求死 陈某就成全各下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我将会用我最强的一击 来诛杀你 说完 陈空轻轻拧拧头 双手结束的手印 低声喝了一句 唉 那把仙剑离别 忽然之间腾空而起 又开始发生变化了 斩眼间 原本只有三尺领的离别剑 竟然变大了几十倍 就连天祭 都被那把仙剑离别 所发出来的粉红色光芒染到红了 陈空的手又捏了一颗劍 一忍 大喝一声 折 裂地 离别又一闪 瞬间就出现在龙公子的头顶 慢慢就向龙公子压下来 方圆几十杖 都被仙剑离别上面的粉红色光芒所笼罩 看着那把慢慢压下来的离别剑 龙公子无闪无避 不是他不想避 只是因为 在那个粉红色光芒笼罩范围里面 自己根本动都动不了 唉 罢了 罢了 龙公子慢慢合起了眼 哈哈哈哈 终于解脱了 老二 老三 老四 大哥都来陪你们啦 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了 当陈空和龙公子对打的时候 秦灵仪就站在距离几百像以外的一座山坡上 很焦虑地望向前方 虽然秦灵仪的眼力不错 但她什么都看不到 只见到沙尘滚滚 陈空为何还未回来 都去了这么久 难道他出了什么事 灵公子 木兄 寒兄 你们说陈空他会不会有事 不知道 他和那个龙公子 究竟谁姓谁父呢 那个龙公子 是先天智景的高手 秦灵仪就不断问凌落雨他们几个人 经过了这么多日的相处 或者秦灵仪都已经对那个英俊不凡 武功高强的陈空 产生了一丝情数 凌落雨就拎拎苦笑着说 这种级别的战斗 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 陈空回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的是龙公子 我们亦都只能够 去陪他们三兄弟了 木逸亦都微微一笑 哈哈 陈妹妹 我记得很清楚 你第十八次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不如这样吧 如果陈兄赢了 木某就大胆跟你做妹 成就你们一番好事又怎样 秦灵仪的面微微一红 就说回木逸回来 木兄 陈空还在那里跟人们拼命 你现在离开这种玩笑 一向不多喜欢说话的韓笑 这个时候亦插口过来 秦姑娘 你的心思大家都很明白 如果木兄真的帮你做妹 那就正正对了你的心意 秦灵仪的面子更红 红薄薄像大苹果 他对着韓笑反反白眼 继续说吧 连你这个木毒鬼都走来欺骗我 我不跟你们两个说 你们两个只懂得欺骗我 说完 秦灵仪转回来 继续望向陈空和龙公子交战的位置 突然间 秦灵仪一声惊叫 看看 是什么来的 凌落与木翼几个 顺着秦灵仪的方向就看过去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第36集 文君何故隐锋芒 前文再续的书节上一会 话说 当陈空和龙公子生死相搏的时候 凌落与木翼韩笑秦灵仪他们几个 就退到很远去观战 说完一轮笑之后 秦灵仪突然间一声惊叫 凌落与木翼他们几个 就顺着秦灵仪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没有多远的地方 有一道粉红色的下光 直透天際 整片天都被那些粉红色的光龙罩住 看上去真是光彩奪目 木翼不禁一声惊叹 哇 撞鬼了 难道陈空和龙公子之间的战斗 可以搞出这么大的升勢? 这些就是先天智景高手的威力? 忽然之间 天空上那些粉红色的光芒 竟然凝聚成一把粉红色的巨剑 向着地面狠狠地撒下来 凌落与大叫一声 走 说完他的人已经迅速向前摔 木翼三个人微微凶了凶 亦都飞快跟着凌落雨 向远方跑走了 虽然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距离那把大剑砍下来 足足有几百丈的距离 不过这么大声势的攻击 猛然间把韩笑整个人弹飞几丈远 韩笑的嘴唇一声 一口鲜血就噴了出来 显然 单单在这里从几百丈以外传过来的震荡波 已经令到韩笑重伤了 韩笑这个时候气血翻涌 他苦笑一声 嘩 善天致敬的高手 什么这么厉害 他们是不是人来的 接着不到他小想 他强提一口真气 好像战一样向前飞奔 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是整整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这一剑砍落地面所产生的余震 才慢慢消失 现在应该已经分出胜负了 究竟是陈空赢了 还是龙公子赢了 凌乐与他们几个懒得再去想 是福是祸都终归到头 看到刚才这么强势的攻击 如果赢的是龙公子 他们几个根本就没有信心 可以从龙公子的追击底下走得掉 既然明知走不了 或者勇敢地去面对 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这个时候 凌乐与他们几个慢慢走回去 陈空和龙公子那片战场 越接近 几个人就越心惊 只见方圆几百丈的地面一片狼藉 最恐怖的是 平整的荒野之上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条几百丈的裂缝 尤其是裂缝最中间那一段 有成几丈那么阔的 这种破坏力 是否就是刚才他们见到的那一剑之力呢 这种破坏力 是属于陈空的 还是龙公子的呢 这些 是不是还是人的力量啊 这个时候 战斗的最中心区域 仍然都是尘土飞扬的 慢慢慢慢 凌落与他们几个眼前 就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个身影慢慢地走出来 一步一步 走得好稳 好定 好悠闲 是这么飘逸出尘 好像不带一丝人间烟火似的 也慢慢清晰了 出来的究竟是陈空 还是龙公子呢 凌落与目逸他们几个大气都不敢休息 两只眼只挖住前方 甚至乎目逸他们 已经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 虽然几个人的出手未必有用 但至少他们敢做 会令自己的心安乐些 那个身影再走多几步 秦灵仪就很开心地叫起身 紫色呀 是陈空呀 是陈空才穿的紫色长衫呀 凌落与目逸几个也相似一笑 与头 因为他们同一时间也看到紫色的身影 他们都知道除了陈空之外 没有人会永远都一身紫色长衫 陈空慢慢走近 眼力最强的韩少 已经看到陈空面上的微笑 凌落与秦灵仪他们几个 快走上前 目逸一边走向陈空 一边很兴奋地说 陈兄 真是你呀? 龙公子呢? 哇 刚才那一件这么大的声势 那龙公子应该都尸骨无存了吧? 目逸一边说 一边看着陈空 原本那种因为劫后余生带来的兴奋 忽然之间完全消失 甚至乎目逸变得有点黯然 唉 目逸叹一口气继续说 陈兄 你真是深藏不露 门得我们很苦 早知道陈兄的实力这么强 我们就直接杀出接隐山壮 谁在这个通仙之宠里面 收起这些苦才行 停了一停 目逸又说 陈兄的实力这么强 在江湖上面 都只不过是同我们齐名 实在太委屈陈兄你了 我看陈兄绝对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 陈兄微微一笑 看着几个人就说 其实进入通仙之宠 对于你们来说 未尝不是机缘 尤其是凌公子你 至于目兄韩兄你们三位 如果能够通过通仙之宠 亦都会有天大的好处等着你们 目逸的笑骑骑说 什么天大好处 目某现在什么都不想想 只想你喝酒吃肉 当然 如果有个姑娘陪我喝酒更加好 哈哈哈 陈兄继续保持微笑 目兄 小弟知你为人豪爽 但眼下秦妹妹仍在这里 说话都不如露骨 秦灵仪演言一笑 看着陈兄说 早知道目兄是这样的人 让他说说有什么所谓 反而是陈兄来说的什么天大的好处 小妹真的很有兴趣听一听 韩笑亦跟着说 看情况 陈兄对通仙之宠也有点了解 跟我们几个说一下 让我们开开眼界 面对着几个人的提问 陈兄一字一句慢慢说 或者其他事情你们可以不在乎 但如果你们通过通仙之宠之后 可以马上进入先天至境 可以容颜永远不须 你们也有没有兴趣呢 马上进入先天至境 还可以永远保持自己容颜不须 这两句说话 简直是莫大的诱惑 深深地震撼了目翼他们几个 对于武者来说 先天至境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妄想 更加是因为他们刚刚才见识过陈兄的精誓一剑 虽然他们都没有说出来 但他们心里面 早就已经被那一剑所折伏了 能够成为先天至境的高手 目翼韩笑又怎有可能不心动呢 至于容颜永珠 可能对于韩笑目翼来说的诱惑性也不强 但是对于我们的秦妹妹来说 或者 这一件事 比成为先天至境的高手 更加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她是一个美女 能够保持容颜不老 对于任何一个美女来说 都是绝对很难抗拒的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集 和盘托出重中备 前文再续的书节上一会 话说凌诺与他们见到得性归来的陈凶 就向他了解通仙之宠的秘密 陈凶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能够通过通仙之宠 可以马上进入先天至境 还可以容颜永远不遂 这两句话 目逆寒笑秦玲儿 就不可能不心动 而凌诺与想了一段时间 就开口说了 先带一关 就遇到龙公子这一等 先天至境的高手 接下来遇到的敌人 只会越来越强 陈凶又把握 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这个通仙之宠 陈凶就很自信地笑一笑 哈哈 如果单单是你们 当然是没办法通过 但加上我就不一样了 相信整个通仙之宠之内 能够阻拦我的人 绝对不多 令陈凶就微微一笑说了 哈哈 陈凶真是信心十足 想必对这个通仙之宠 应该很熟悉了吧 陈凶也暴以微笑 那当然了 但说到一半了 陈凶突然收口 苦笑了一下 唉 在下早知 凌公子你聪明过人 迟早都门理不到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察觉到了吧 凌落雨小笑继续说 其实并不是我察觉的 只不过 因为你的实力太过惊人了 再加上 你们四大杀手之中 其他三人都是有根有底 只是得陈凶你 成名于五年之前 不过就查不到 你五年之前的任何线索 就好像凭空飙出来一样 有什么可能不令人生疑 再说 你以速度文明武林 虽然明列四大杀手 但根本很少听说过 你接什么生意 杀什么人 你杀人 只不过是完全凭你自己的爱好 目逆寒笑秦灵仪 听说凌落雨竟然早就派人 调查过他们四大杀手 面色不由得微微一变 凌落雨继续说 既然现在大家都纯此相依 落雨先向几位陪过不是 也不瞒几位 其实你们想得也对 我确实是设计把你们带来这个地方 那个神秘的金面人 也是我派过去的 在找你们之前 都详细调查过你们 秦灵仪这个时候面色不太好看了 她生气的就和凌落雨说了 武林中高手何其多 凌公子 何解独独就选我们几个 凌落雨 苦笑了一声 其实当初只不过是觉得 你们四个人各有所长 如果相会之间配合恰当的话 绝对就是威力不凡 怎知道这个通仙之重 到底是预指光景呢 陈空轻轻拍一拍牆衫上的泥土 慢慢开口说了 凌公子 那个金面人 是三十年前威震两岗的余义长 戏冷风戏老爷 其实他刚刚出手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出他了 只不过是想看看他究竟固弄什么玄虚 所以才会有我们四大杀手 烟雨流齐聚的一幕 凌落雨都微微打了个突波 戏老爷二十几年前 进入我们飘雪山庄之后 就从来都没离开过一步 你怎会认识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空淡淡一笑 三十年前 我并非追封陈空 那时候其他人都叫我扎星手 我认识戏老爷 因为他曾经都败在我手下 想不到他竟然一直都躲在飘雪山庄 凌落雨更加吃了一惊 你是扎星手陈星? 三十年前最神秘的扎星手? 难道你三十年前 就已经进入过这个通仙之宠? 那到底是叫你陈星? 还是叫你陈空? 哈哈哈哈 其实空亦好 星亦罢 都只不过是代号 你们喜欢怎么叫 就怎么叫 三十年前 我亦都未进入过这个通仙之宠 不过 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几个人听到陈空这么说 抹大嘴巴 陈空就继续说 其实 除了你们所身处的世界之外 在通仙之宠的另一边 还存在着一个世界 叫做修行界 这个通仙之宠 就是通往那个世界的通道 也是其中几个门派 用来考验入门弟子的一处所在 通仙之宠 共分三层 每一层各有一个主侍之人 当然 这三个主侍之人 亦都是来自三个不同的门派 而小弟 正好就是三人之中的一人 凌洛宇就不明白了 他继续问陈空 难道这两个世界之间 就只有这条通道? 每百年才进来十个人 就算是加上各自的随从 也绝对不超过百人 这一点的人手 每个门派都可以分到几名弟子 陈空沉思了一排 据我所知 每一次通仙令 只会发放到武林之中 修行之宠最好的十个人当中 而每一次真正能够走到最后的 却只剩下有限的几个人 但无一例外的就是 每一次从通仙之宠走出去的人 都会直接被收为核心弟子 而且基本上走出去的每个人 最后都带有一番作为 秦灵儿就很兴奋 他看着陈空就满面期待 什么核心弟子 是不是说我们通过了 都可以成为核心弟子 陈空就苦笑一声 哎呀 秦妹妹你可能要失望 除了凌公子 但是你们其他几个 想必得很难进入中外 就连小弟 都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外门弟子 不過到时如果你们 愿意成为外门弟子 都可以 愿意回到武林之中 亦可以 无人会勉强你们 凌洛宇听到这样说 又打了个凳 为什么我和他们不同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都要强过我 更何况 洛宇身患绝症 时日都无多了 亦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捱到那一天 陈空微微一笑 凌公子 其实 在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感觉到你身上 有发力的波动 而你呢 就并没有丝毫修炼过的迹象 尤其是 在你每次病症發作的时候 法力波动是最为强烈的 在我们修行界 有天脈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 天生就具有法力波动的那种人 这种生具天脈之人 修行的速度 是远远胜过普通人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所以 小弟我都十分看好凌公子你 说到这里 陈空忍一口气 唉 过了今年 我在逐世五十年任期已满 也应该回到中内 到时还望凌兄你照顾一意 凌鲁雨沉淋了一排 忽然之间他开口问陈空 陈兴又是来自哪里 难道修行界 除了修行者 还有一般普通人存在吗 陈兴又是丫头 没错 在修行界 确实存在着 为数众多的普通人 其中 还有很多 依附在那些修行门派的 修行家族存在 而我所在的陈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 一般来说 只要达到先天境界的人 都会被送入修行门派当中复役 如果表现出众的话 才能够被正式收入门派之中 目役大叫一声 哎呀 撞鬼咯 即是说 在那些修行门派里面 任何一个 煲水的 掃地的 打杂的 至少都要是先天强者 陈兴又微微一笑 目兄所言甚是 在修行界 要达到先天智景 其实很简单 只要精密承受得住 一粒先天造化丹 足以造就一个先天智景之人 不过 所谓的先天智景 在修行界 都只不过是包尾的角色 目役听到陈兴说 些什么先天造化丹 即时笑奇奇 伸手就放在陈兴面前 嘿嘿 陈兴 我和你这么好兄弟 是吧 你手上有没有那些 先天造化丹 我呢 就想达到先天智景 又想留在这个红尘当中 逍遥自在 你帮兄弟我吧 嘿 陈兴真的不知道 好生气还是好笑 目兄 你又何苦为难小帝呢 那样东西 虽然只是普通单约 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 更何况我都只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 当初我吃的那粒丹药 都是我家中长辈 花了很多钱才搞到手 不过 若然你能通过通仙之寵 向他们求一粒先天造化丹 应该都没问题的 我又这样了 那还等什么 快点走 目翼说完 大步流星 就向着武林四公子住的那间别院走过去 他是记得很清楚 龙公子说过的 通往下一层的通道 就在别院里面 有陈兴这个绝顶高手在护驾 目翼当然有此无恐 凌洛与陈兴他们几个 对望了一眼 笑了一笑 也同时迈开大步向前走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